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解惑背词 看到有粉丝朋友呢,私信进行留言 说对于背词怎么去判断,怎么看的 完全不理解 那么背词的话呢,是属于残论基础教程的内容 那么咱们从几个维度来给大家讲 第一个,用几分钟的时间 第一个呢,是背词的本质 第二的话呢,背词的表达方式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咱们在残论的技术结构当中 通常的一种分析和应用 那么第一个,残论的就是背词的本质 指的是力度的衰竭 那么这个力度的衰竭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体现呢,我们先从本质出发 首先的话呢,咱们用一个最非常简化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给大家表达 咱们就发现了一个视角 它实际上是一种东势能的比较 例如说呢 空间除以时间 非常简单的去讲 打比方的这个上 代表的是空间 下方呢,代表的是时间 其实很简单 有些东西的话呢,你只要能够理解 列出呢,同样的时间 反弹的高度相比较来讲 那么很明显 下方它的力度要小 上方力度要大 这是同样的时间 它的空间不一样 那么对应的,同样的空间 同样的反弹空间 它花的时间 时间越长 而同样的反弹空间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呢 第一种它的力度就更强 第二种的话呢 力度就更弱 如此而已 那么在它本质表达的是一种力度的比较 那么在禅论当中的话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呢,一般讲背词的话呢 它是谈文当中默认为趋势背词 标准的趋势背词 那么背词在盘整中的应用 背词在盘整中的应用 称之为盘整背词判断 而盘整的话呢 它也是有细分的 这个细分的话呢 在最初的定义当中 所谓盘整的话呢 列出它对应的 好,这是上涨 给新高不给新低 好,那么这是下跌 然后的话呢 这是属于盘整 就是呢 高点和前面高点相比是降低的 低点和前面低点相比呢 是属于提高的 或者说呢 前面低点比前面低点要低 高点比前面高点要高 这些呢都称之为盘整的表达 那么在盘整走势类型的话呢 它指的是只有一个中枢 那么呢 两个同级比同方向 无接触的 有两个中枢 两个以上 那么称之为趋势 这是走势类型 这是后面残论体系当中的一些定义 那么我们讲到 先说讲到背词 怎么去理解呢 其实就属于 同项段之间的比较 那么这个比较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先给他讲一下模型 然后呢 再结合 安利 首先的话呢 所谓背词 其实呢 在残论的主持类型当中 最小的 就是呢 最小组件呢 不是最小级别 最小的组 组件 它是一个N型结构 就是必然不低于 三个次级别主义类型的 从何 就是最小的级别的 一定是N型结构的 那么呢 我们比较了什么 答备咱们从简单处出发 这个N型结构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好 任何级别 一个 先端上 先端下 先端上 那么其实呢 它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在阐试的原文当中 它是把它称之为 也是称之为盘整背词的 只不过呢 方便很多朋友一种理解 那么它是三个线段 那么之间比较什么 比较非常简单 同向这个位置的线段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如果说它的力度衰竭了 这个力度衰竭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 这个位置反弹 反弹的空间 反弹的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好 我们把它的重合区间 描住出来 那么这个位置呢 垂直高度和这个位置的垂直高度相比较来讲 如果说后面的小 前面的大 那么它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 这个背词关系的话呢 用 盘背来进行表达 即可 好 那么呢 这是非常简单的 这种比较就同向之间的比较 比较他们之间的 这是如果说到借助于MICD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这个MICD 红柱的面积 和后面MICD红柱的面积相比较来讲 后面的红柱面积变小了 那么它代表的是 它是辅助判断 它是一种 背词的一种关系表达 非常简单 好 但是有一点啊 它一定是相应的级别 这个位置呢 只是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 打比方是一个30分钟线段上 后面的话呢 它是刚刚什么 刚刚走出了30分钟的 一笔上 你说这个位置 他们之间是否又被迟 那么这就属于什么 属于你的 没有就是呢 一定要用它相同 或者相近的在每个级别 如果给出一个 同样30分钟线段 那么这个两个线段之间相比较 如果刚走出一笔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进行比较 它是欠缺的 因为笔本身它够不成 就那种走势类型的最小组件 实际上是线段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对应的 这种方式的一个表达的 例如说中间只有一个中枢 下上下有这样的一个中枢逐件 然而离开段和前面的基础段 它们之间比较 如果说呢 后面 力度 其实用两种判断方式 一种的话呢 直接把重合区间 中枢的 中枢的区间标准出来过之后 这个位置 和前面这个位置先比较来讲 后面低 前面高 它们就是背词的一个表达 那么同样呢 如果说借助于MICD来讲的话呢 前面MICD的 红柱面积和MICD的红柱面积 后面的MICD红柱面积相比较来讲 就是这一段上涨所对应的MICD红柱面积 和这一段上涨对应的MICD红柱面积相比较来讲 如果后面呢是明显的缩小的 那么代表的是背词 好 这是一个辅助判断 趋势的话呢 也是如此啊 趋势的话呢 一个中枢同级别同方向 第二个中枢形成 好 它的离开段和前面这样的一个进度相比较来讲 方法是相近的 这就属于背词的表达 好 只不过呢 标准背词或者趋势背词的话呢 它是在趋势内 就那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表达 有两个同级别同方向的中枢中间没有接触 好 它们比较呢 这是标准的背词也是趋势背词 那么其实像这一种和这一种的话呢 它实际上在残文当中的表现呢 它都属于把它作为在盘整中的应用而已 那么我们来结合盘面来讲 结合盘面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说列出的在咱们 从时间上面来讲 对应的3月3号 3月2号 在这个节点呢 其实是提醒高度警惕的 而且呢 当时讲到这个位置内部被刺 没有被打破 防范的是回落 那么当时的一个表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 用更小级别来进行观察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一 当咱们经常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这一段是要和这一段相比较的 同时 这一段的内部 这个位置 有一个下上下 就说什么呢 当时讲到这个位置呢 他一定要打出去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力度打出去过之后 他们之间没有被刺了 同时这一段和这一段之间也没有被刺了 那么他才能够进一步高看一线 才能够有所延续 如果说呢 这一段内部没有被刺关系 没有被打破 因为呢 对应的 这个反弹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它的力度是明显衰竭的 我们来直接简单的对比 这一段上涨 这一段上涨和这一段上涨 它的力度是逐步衰竭的 很清晰 而且呢 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的相比较来讲 它也是被刺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风险点 包括了像今天上午盘的时间 上午盘的时间的话呢 咱们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当时讲到的一个基点是什么呢 重点观察的是 把这个位置呢 当成一个一分钟中枢的延伸 那么一分钟中处延伸 再反弹 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在勾注 秒级别的 就是勾注什么 勾注更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当时讲到呢 如果说后面能够打出去 而且的话呢 打出去过后呢 它的内部和它没有被辞 而且这一段上涨呢 和前面没有被辞 那么它的反弹才能够高看一线 甚至可以期待一个 一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然后再去观察跟踪 那么反之的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辞迟的上不去 那么它的内部本身呢 是力度是衰竭的 反弹力度衰竭的 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的力度又衰竭的 那么它向下回撤的概率就极大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再给它讲一个 再以创业板指数为例 咱们用更大的一个 周期和视角来去观察 列说的话呢 对应的 前面 咱们经常讲到为什么说在2021年的11月份呢 说11月前后 对于创业板高度警惕呢 一个中枢 两个中枢 而且的话呢 前面这个位置反弹和前面这样的几点相比较来讲 它是明显有被辞的 所以说呢 它是日线的趋势上趋势被辞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呢 再反弹这个位置没有突破 前面的高点 它是日线大而卖 而且的话 这对应的列书呢 用临近的一个方法来讲 一个线段上涨 一个线段回落 一个线段上涨 突破前面高点呢 比较它们之间是否有被辞 如果说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它一定是 力度来讲一定是衰竭的 所以说呢 力度衰竭 那么呢 任何的买卖点 就是呢 由被辞催生的买卖点 这是咱们今天对于被辞的一个解惑 就是呢 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知道 被辞 它是第一 力度的比较 而力度本身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可以看什么 看它的 不管是用借助MICD也好 还是自己用手量一下 或者是观察一下 观察什么 观察它的力度 力度衰竭 那么称之为被辞 只要知道这一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再结合 其他的 像咱们前面 其他的一些 就是产品当中的 其他的一些完整的 力度区间套也好 或者利用 级别 买卖点 那么的话 你才能够 真正正能够掌握 才能够应对 好 而且呢 咱们前面呢 讲过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 就是呢 从根源处解决问题 为什么很多 国有来讲 自己总是容易被套牢呢 是因为本质上来讲 就是没有清晰的退出机制 而没有退出机制的话呢 那么你的交易呢 就会容易陷入一种 赌徒 一种搏命 而想解决 解决退出机制的话呢 那么对于卖点 卖点的话呢 不管是 只赢了卖点 还是买点破坏了 纠错的卖点 都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然后呢 有一个 严格执行 好 这咱们今天对于背词的一个讲解 如果说呢 听完之后 对自己是有所帮助 或者是能够解惑的 那么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反馈 如果说呢 有疑惑 有迷茫 或者是有些点没有搞明白 也欢迎呢 私信进入留言 好 这是非常基础的内容啊 咱们只是做一个文股之心 补充的一个表达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